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是其实这边是很多动画的圣地 比如说的约会大作战 那整个听田市就是动画里的天宫式的原型 所以今天带大家在这边逛几个圣地 那从哪里开始比较好呢 这有几个选项 哪一个 大家觉得哪一个 OK 那就从这个开始吧 那其实这个听点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了 就是听田站的北口 那这边呢就是在第八画里面 世道呢和三个人约会约的场所 所以这是这个约会狂魔呢 选的地点就是在这个车站外面 然后这有一个广场 动画里呢这边是有个喷水池的 但是现在这边就有一个 很艺术的这样的一个雕像 是没有喷水池的 然后大家看得看成我今天穿的是 三个约会对象里面呢 哪一个人的衣服比较像 不能说完全一样 并不是cosplay 我这把我衣服里面最像的一套也穿出来了 这边是听田站的南口 然后刚才看了一下地图 就是整个故事 一切一切的开端 第一话的那个 请你呢和世道他们约好的 就不管发生什么 就算发生空间震了也要去吃的 家庭餐厅就是那里了 一模一样的 那这家家庭餐厅这个Dennis嘛 它全日本都有 所以并不是说 这边的吃的只能在这家店吃到 如果大家在东京或者日本 其他地方玩的时候 路过的话都可以尝一尝 反正那里面吃的食物都是同款的 里面有豪华儿童套餐哦 里面有豪华儿童套餐哦 然后最近的话是季节限定的这个 Shine Mascotto 还有就是蹄子 蹄子的各种点心 哎呀我看着看着我就饿了 不如我们等会儿再巡礼 先进去吃一顿吧 怎么样怎么样 哦这灯画里面 这边写的是完全禁烟制 但现实中是可以抽烟的 这个这个是一些微妙的小差别 但在顺利旋里面 是非常有趣的地方 大家可以观察这种小的细节 前方前方五米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 就是这里了 这就是石香和世道 他们俩一起路过的那个爱情宾馆 你们知道吗 是什么爱情宾馆 而且现实里也是个爱情宾馆哦 所以我们不能太大方的过去 是非常危险的 一旦他们误会了怎么办 哇这跟动画里是一样的 好凉快 为什么一个爱情宾馆 又设计成这个样子 好迷哦 啊 还有那上面写了十八 不满十八岁是不可以进的 日本成年不是二十岁吗 难道不是二十岁不可以进吗 再偷偷过去 等一会儿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就不算偷偷过去了 哇这还挺贵的呢 好休息的话要五千多日元 算了我还是不要在这待人 为什么大家都看我 赶紧走吧赶紧走 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前面前面大叔其实出一出还看我 从新宿的话大概三十多分钟就能过来 还是一个可以很顺道就可以随便 半天就可以赚完的一个圣地了 好 我已经看到清田贴满宫的五个大字了 看来要到了 诶 今天竟然是马斯利 完全没想到 诶 也对啊今天是周日明天还是祝日 那今天这个状态的话 只能努力的去还原一下了 到处都是人 感觉会拍出来很不一样的巡礼照片 感觉会拍出来很不一样的巡礼照片 惠马区一般都是大处云区的地方 我来找找 肯定会有约战的粉丝留下来的惠马吧 Date on Life 3期おめでとう 是祝福三季动画 画得很棒嘛 真粉丝 这底下也是 3期おめでとう 动画和漫画的 相关的 好像真的没有了 太不容易了 万岁 今天呢巡礼点 既然都已经到达 我可以吃东西了吧 哈哈哈 哎这个团子不错 吃一口 哎好像巡礼美还吃过 哦 要小心点不要吃到身上 不过我转了一圈 感觉吃的东西都挺普通的嘛 都是些 这种什么炒面啊丸子什么的 没有啥特点 其实动画里不是有超多 因为大作战里面有超多好吃的东西嘛 比方说 那个十香的黄豆粉面包 嗯 还有 秦里的儿童套餐 有西诺的 小西诺吃啥的来着 啊 亲子盖饭 然后 好想吃啊 你们还在这吃什么 准备好了 走吧 啊 准备好了 真的假的 真的 哇塞 今天这也怎么回事 吃这边试试这个 走吧 那走吧 不买了 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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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把我骗回来了 吃了在哪呢 这两个是品子不得了 嗯 嗯 你们就搭这个来糊弄我 虽然说看着还挺可爱的 还真薯条 不行 虽然说这个东西挺好玩的 就是欺诈 下一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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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我们是否咱没有呢 根本不管了 你该放下到锅子里 这是黏的 就是黏豆粉 我说了我要吃的是完全还原动画里的东西 下一个下一个 好像真的不是假货 这真是货真价实的 喂这什么服务态度 这个就是Yoshiの吃的这个亲子盖饭的 他最喜欢吃的 那我也就いただきます 吃饱了 今天真的是非常充实的一天 不仅是去了约会大作战的圣地厅庭室进行了圣地巡礼 而且还吃到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如果大家来日本玩 不妨跟着我今天的视频的路线去转一遍 因为每个地点都离得非常的近 当然可能有可能说我最近没有办法来日本 没有关系 那约会大作战的正版手游 约战精灵在铃 已经在国内上线了 那大家可以在游戏里重温动画的疫情 并且也能说不定找到这些经典的食物 那么就请快快下载吧 好的 那今天的软油街就到这里了 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阮阮兵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记得点赞收藏还有评论哦 拜拜